好,我們來先來看一下第三名好不好 來,3,2,1 Apple Pay 好,現在呢,第四名還不知道,其他都不出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Apple Pay的這個觀眾意見 這個最常使用的第三名呢 是Apple Pay 好,這個行動支付 那它的總得票率呢,是拿到了53票 對,這53票呢,佔的是 呃,14%的比率 也就是說每100個人裡面有四個人在使用這個Apple Pay 對,像我自己本身也是最常使用的就是Apple Pay這樣子 好,有人寫說I use iPhone 對,所以就是我使用iPhone 所以就是使用Apple Pay這樣子 好 iPhone,碰鍵按兩下 直接叫出付款頁面,流程0塊 好,這的確是不錯 然後,iPhone為主力機 備用機可以用Santhone Pay 但基本上Apple Pay已經相當好用了 這樣子 好,那有人寫到說不用再安裝應用程式 其實像Android手機也是一樣 他們不用另外再安裝這個程式就可以使用 對,好 不管到百貨公司或者是便利商店的 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感應錢包 Apple Pay都通用 只是優惠給的有點少 是有點可惜的地方 其實像前年還是去年 就是Apple Pay第一波上的時候 有好幾間銀行嘛 那他們那時候都有所謂的10%的回饋的活動 那如果你那時候那些銀行都已經有 找到綁定金去解決任務其實應該也是拿到不少 也是得慢 還不錯 但是呢就是現在因為 Apple Pay它的簽約的權利金非常的高 所以後進的銀行就比較少 因為畢竟要付一大筆錢給Apple嘛 這個銀行就不見得有那麼多資本 全容考量之後可能就是使用台灣Pay就好了 之類的 再來看看其他人的意見 因為我使用iPhone 也不想下載其他的Pay 當然就是因為我是用蘋果的手機 或者是在國外都可以使用 國粉一定要Apple Pay一下的啊 真的是 大家都是國粉這樣子 最方便通路最多 離開台灣依然繼續使用 其實接口跟Apple Pay這兩個很難抉擇 而常用 那大家現在也都知道說 好像是iPhone 7 Plus以上的版本 就是可以在日本使用那個Suite卡 就是它的西瓜卡 然後來做這個進出那個 這個交通閘門的部分也不錯 但是呢 我應該是明年才會再去一次日本吧 所以就是還沒試過就是把我的西瓜卡綁進去 到底是怎樣 聽說那個也可以拿來解任務欸 如果我把西瓜卡綁上我自己的Banky卡 然後呢 來做儲值 哇那這樣的話 我也可以賺到就是3%的儲值金 那這金站點如果是給我回饋10倍 我就可以拿到30%了 這個也是還不錯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您自己有Apple Pay 我也是可以就是 新的機種就可以綁上去 這個Banky卡 然後來拿到這場 它的櫃子